大家好,我是A仔 賽馬兩的繁體中文版就會在8月1日更新這個轉彈 新的彈詞亦都公佈了 大家等到頸都長,北部園區的支援卡終於實裝了 當然這個詞就不止北部園區 SSR的支援卡還有李建剛轉 以及兩個換裝角色,東海帝王和木白麥坤 除了小北之外,小剛又有多厲害 兩個換裝角色又值得抽呢? 這次就等我們來看看吧 正式開始之前就先介紹一下今天的贊助 馬良事件簿 在玩賽馬良育成時,不是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發生嗎? 不知道應該選擇什麼呢? 不要緊,下載馬良事件簿,再按一個按鈕 即時有你要的答案 無論是劇情事件也好,角色事件還是支援卡的事件 都是按一個按鈕就知道答案 而且不單止中文版、日文版甚至韓版都有支援 只要在設定上按一個按鈕就能夠簡單切換 再按個start鍵就會多了一個小視窗跳出來 玩遊戲遇到難題的時候,按一個按鈕就會出現答案 立即顯示給你看,提升數值、學技能還是回復體力的操作非常簡單 再不需要玩猜謎遊戲,絕對是玩賽馬良非常有用的工具 馬良事件簿,Android版和iOS都有支援,而且完全免費 下載的連結已經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裡面 再一次感謝馬良事件簿對今次影片的贊助 好了,回到主題了,今次就先讓我們介紹這個支援卡再去到角色了 SSR的支援卡,這個北部圓區,小北終於來了 小北有多厲害,我想很多人都說過了,包括我自己也說過好幾次 不過,既然就出蛋池,我再重複一次吧 北部圓區,單體數字其實訓練能力不是最高那一張 友情加成25%,對SSRO來說,其實只是合格水平 不過由於訓練效果加成10%,再加上固有,即是15%,會令整體訓練能力變高了 而且小北最強的是它的得意率,即是擅長率 80,連故有,是足足100的擅長率 是目前所有支援卡中最高的一張 擅長率你可以簡單地想像成為出彩圈的機率 所以整體來說,其實小北的訓練效率是相當高的 而且它有力量加1,可以在練速度的時候稍微練一下這個力量 另外一定要提的就是小北的初期程移植有35% 基本上升半這個出彩就沒什麼難度了 技能方面,靈感學技能就level 3,屬於平均水準 但是學技能也挺實用的 重點是有彎道靈巧和彎道回復 彎道靈巧就是之後會提到這張卡會送的金技能下位技 至於彎道回復,大家都知道超級小海灣會送的金回復 懸弧藝術家下位技 而且還有集中力,長距離彎道,圖馬直線 用小北做打折卡都非常合適 至於金技能會送的就是沒有腳質和距離限制的導中提速技 這個弧線教授 技能學習雖然貴,但是連續事件是有機會金技直接打個7折 連同靈感,你能夠學到他的下位技彎道靈巧 都可以打個7折 所以整體來說都不會太貴 再加上卡的連續事件和個人事件都可以提升幹勁 所以說小北這張卡基本就沒有什麼弱點了 唯一的弱點就是比賽加成只有5% 以SSR卡的標準來說是真的低一點 但是對目前URA或之後下一個浴城劇情青春杯訓練來說 基本影響就不是真的太大 所以說這一張卡抽回來之後 都最少一年都是這個速度卡的最強抽的主力 就算說一年之後巔峰賽 做不到第一張主力卡都會是第二張副卡 所以總合來說,小北支援卡就非常厲害了 都沒什麼好說的,你去抽就對了 T0至T3會列在T110的最高位置,非常建議去抽 至於另一張同期Pick Up的支援卡 這個持久力的薩托羅Diamondor 這個李健光轉又怎樣呢? 首先小光的訓練就不算高 友情加成20,比小北的25還要低 雖然有這個幹徑加成和這個訓練效果10%加成 但是整體加的數字就不算高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有這個意志力加1 可以一定程度地練高這個意志力 雖然意志力在目前URA訓練模式來說 就依然不是太大 但是又是不是這個小光的訓練能力相當之差呢? 這也不一定的 因為小光的初期程移值有25加固有 總合40點的初期版 真是高到嚇死人 可以說是極速出這個彩圈 再加上他擅長率有50 雖然不是太高,但也不低 把這件事考慮進去的話 其實實際訓練能力有用過就知道 沒有想像之中那麼差 至於技能方面 小光就什麼加成都沒有了 能夠學的技能有中距離彎道 還有良好場地 但是其他就差一點了 至於金技能會送的是這個 沒有什麼用的鋼之以至 這個童身軟同樣會送的金回復技能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人會特別想去學的 所以總合來說 我不可以說訓練真的太差 但是始終就一定沒有辦法做主力卡 當然你想做第二張持久力卡 用這個超級小海灣 再搭上這個小光去做長距離訓練 這件事行不行呢? 其實是OK的 而且效果也不差 只不過以未來事來看 內力卡要放到兩張 就真的只有URA的年代才會這樣做 之後青春杯和這個巔峰賽模式 都基本不會的 你只會用到一張持久力卡 所以沒辦法超越小海灣的持久力卡 都一定會被給下去 搞到小光未來是連副卡的位置都沒有了 所以由T0至T3排列會是T3 沒辦法 不建議去抽 好了 講完支援卡 回來講兩個換裝角色 先講一點 其實換裝角色有點有趣 你可以當成為原版角色的Authanity版 是兩隻不同的角色 但是遊戲系統會當成為同一個角色看待 即是PVP上 你沒辦法同時要出一個換裝墨坤 然後再出原版墨坤上去是不行的 以及原版的東海帝王做父母 去練這個新裝的東海帝王也是不行的 而且兩個角色故事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服裝的故事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過由於角色本身的技能 以及故友是重新設計過的關係 與原版角色比較的話 有機會會比較厲害 也有機會比較差 所以真的要逐個去看才知道 基本來說 每個月最後一個池都是換裝的蛋池 會連同轉盤活動同時推出 所以第一個換裝的池角色又如何呢? 首先是這個拖溪T-O 這個換裝版的東海帝王 腳質不特別重提 因為跟原版一樣 也是跑前列的中場距離 成長加成就改為 這個速度、持久力和意志力10% 跟原版是有少少不同的 到這個故友 這個故友就是Daiwa Bogota 故友的特色 由於這個換裝的東海帝王 其實是異奇動畫版角色的換裝版 所以開故友會有主題音樂 所以開故友會有主題音樂 開故友會有主題音樂 異奇動畫版的主題曲是否有趣呢? 故友是有趣趣的 故友會有趣趣趣的 但故友的條件和效果又如何呢? 故友會有改版的關係有調整過 我会就凡中版未改版之前的版本说明文和日文版有些不太一样 故有的发动条件 在最中直线的第二至第五位 前面有对手上超车超过2秒钟后就会发动 上超车是一种状态 当成你速度比对手快,持续2秒就可以了 效果是提速0.35,基准时间是5秒钟 与原版比较,虽然条件宽阔了一点,容易开一点点 但效果由0.45变成0.35,是差了 而且有超车对象还要等2秒钟才开,是迟了开 而且重点是这个新固有没有解决到原版的固有在最中直线没有什么人可以超车的问题 所以都是不理想的 至大技能方面,虽然比原版技那堆疯狂走位技实用了一点 但我觉得回复技真的太多了 2个金技都是回复技 1个是前列马专用的道中回复技,竞赛规划师 这个技能相当不错 跟前列马专用的贪吃鬼一样,都是同级相当不错的回复技 另一个回复技能是这个神技步伐 中距离专用的 留意一定要走位才开,没有人竞争的话基本是比较难开 再加上中距离如果你真的要学的话,最多只学一个金回复 如果要学的话可以学竞赛规划师,也很足够 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学 所以搞到这个神技步伐基本上来说是废技 白技能,还有弯道回复,还有春梁 回复技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太多了 而且还有一个也不太实用 所以总合来说,就一般,影真一般 固有技就不出众,自带技能又一般 再加上其中一个金技是多余的 跟原版比较的话,当然没那么悲壮,原版那堆不停走位 其实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疯狂回体力其实也不知有什么用 虽然改了版之后会有改过的 是变好开了和变厉了,由0.35变成0.45 所以的确会令整个角色是比较劲一点 但是始终改了版也好,也不是优先想用的角色 所以未来时也是一般 所以总合T0至T3排列的话,我会放在T3 不建议去抽,真的不建议了 至于另一个角色,这个Majino McQueen 换装版的木版默昆又怎样呢? 换装版的木版默昆,穿的都是二期动画版的新装 脚侧和原版一样,都是中长距离的前列马 成长加成就改了为持久力,力量和智力各10% 至于固有,也和东海帝王一样是有专用的BGM 其实说真一句,换装角色到日版今天为止 有专用BGM的就真的只有这两个角色 换装东海帝王和木版默昆 所以真的挺有特色的 继续讲这个固有条件,同样的,日版改了版后,这个固有是有改过的 我也是照未改版之前,即是繁中版现在这个版本来说的 这个固有的发动条件,就是在最终弯道之后 在第一至第三名,持久力在这个35%之下 而后方有这个对手接近1秒钟就会发动 效果就是提高这个目标速度0.35,基准时间5秒钟 固有开的位置和条件就和这个原版完全不一样 基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 但是这个固有呢,我可以说是差的 应该说就不是太实际 由于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持久力上 因为你持久力要跌到35%之下才能开到固有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持久力太高,是开不到固有的 那当然35%是高还是低,那如何去调整呢? 我不是科学养马的人,如果想知道如何去压内力的话 那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沙井类件的计算机 又或者你直接去问他,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只会给你这个答案 我为什么要去为了遷就这个固有去削减我的持久力呢? 那如果我是因为要这样练到刚刚好的,那我不小心中了个招累的 又或者我吃了个红技的,那是不是要我断气呢? 那如果要搞得这么烦的话,那不如不要用这个固有好不好呢? 而且我也不想说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要找个人在后面捉你背部一秒钟才开这个固有的问题 就算说我不理这个耐狗力问题了,这个固有也非常被动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这个固有是不理想的了 至于自带的技能方面,金技能有这个金回复冷静 长距离专用的直线回复技来的 开错在最终直线就搞笑了 不单没有什么效果之外,你还有机会让你自己固有开不了的 我真的不太清楚来搞什么 另一个金技能就是这个直线的提速技,疾风一文字 改版之前,即是繁中版现在 因为它基准时间就只有非常可怜的0.9秒 实在太短了,CP值很低 要改版后升到2.4秒才可以使用 改版之前,这个技能就不是太建议的 至于其他白技能,有跑速提升和抽粮 白技都算可以,但金技能就非常一般了 所以总合来说,换装的木白默坤情况是比换装版的东海大王是严重的 而且它与原版的默坤比较大幅弱化版 因为顾友实在太差了 金技能也不太行,就算是未来事也好 顾友是有一定程度提高耐力的限制变二开了 但不过也没有太大作用 直到日版今天,也没有什么人想特别去用这个角色 所以由T0至T3排列,肯定会是T13 不建议去抽,真是不建议去抽 所以就是这样了,新弹池的支援卡和角色 角色池就搞笑用而已,没办法了 换装真的不代表勁 未来你会发现其他的换装角有些都真的得咋笑而已 比你那堆一星两星角是重要差的 所以今次的弹池唯一值得抽的就是支援卡 目标是这个北部园区 再说多一点,其实小北擅长率是要到三突 即是你要抽四张卡才会解锁 三突擅长率是40,加上顾友是60 四突会跳到80,加上顾友就是100 升幅非常大,所以都非常建议尽力抽到满 当然三突都可以用 虽然训练效果比SR卡的东商变甲差一点 但当成为贺金技和灵感打折卡去用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两突或以下就不太建议去用 只有固有的20擅长率实在太低了 再加上半桶水的训练加成亦比SR卡差 会建议直接用这个SR卡的东商变甲和荣进闪耀更好 至于如果真的免费抽不多,又没有货金的又应该怎样呢? 首先,有关应不应该去抽这个问题 其实我已经在上一次的影片小北日经里 已经详细说过了,我就不长期重复了 但是简单来说,就算我明知道突不满,我都会建议去抽 因为去抽这个支援卡池是补这个SR卡的最好的方法 你抽过200抽的一井都应该最少能够抽到30多张的SR卡 这个是很足够给你去做这个初期战力的 不过如果你真的200抽一个井都没有的话 呃,外面有人会建议你直接转生 我个人对这个转生就没有太大的意见 当然,你转生了之后你重新玩过,能够直接抽到三突的小北 那一定是最好的 如果不是的话,总之转生重玩这件事,我个人就不评论太多了 我只能够说,没有人说过没有小北是玩不到下去的 抽得一张两张回来,未来是会有机会突到满,可以拿来做主力去用 当然,如果可以适量货金的话,我会建议在这个池试一试去抽 所以就真的祝大家好运啦 好了,以上就是繁体中文版的新弹池 这个换装角色的东海帝王、木白麦坤、支援卡的北部圆区和李健光传的所有介绍 最后亦都一样,希望以上的资讯能够帮到大家 如果发现我有说错,又或者有任何意见,又或者有任何想就游戏的问题想问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的讨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有用,记得分享出去,点赞,订阅这个频道,和按这个钟仔 又或者是Superfans,我会非常感谢大家 我是A仔,我们下次再见